这帝家怎么可能会冒犯 干了 再来 紫园性情率真 和你很是相似 要是有机会 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那他如果看到我跟太子殿下 如此相亲相爱如交似妻 他不会吃醋啊 是同舟共契 肝胆相壮 感情因为我抢了殿下本书 殿下还记仇呢 那书你也知道 并不普通 殿下赚个弟子元 我只赚本书 亏还如我亏 我来 多谢罗大人 既然有酒有菜 不如玩点小百戏出出性如何 什么百戏 好啊 既是肝胆相照 等琳琅姑娘勤音一停的时候 这朵花落在谁手上 谁就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 若是不回答的话 就得饮酒一杯 如何 不渴 有何不渴 你不能喝酒就不喝好了 就是 那快开始吧 来吧 小琳琅 还给你 就是你了 太子哥哥 殿下 我就知道这院大头 铁定是你 太子殿下 那我可提问了啊 既然这弟子元被灭了九族 为何你还要坚持娶她做太子妃啊 这个我知道 我来替哥哥说 大晋建国前 帝家家主帝盛天拱手相让半壁江山 先皇为了巩固帝韩联盟 船位移植礼 确定紫围为各个太子妃 来吧 继续 继续吧 继续 快 太子殿下 又是你啊 太子殿下 那我就再次提问了 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元不娶 那 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 那二就是为了替韩家还帝家的钱啊 殿下 殿下 你不能喝酒 殿下 太子哥哥不善饮酒 我替了 靳心 快 靳心 看谁 给我 等一下 终于到你了 我来我来我来 安妮啊 你为何不希望弟子元下山啊 这天下人都知 帝家对韩家有恩 帝家对韩家有恩 却不止 这韩家对帝家有亏 安妮 殿下 将军他沉昱已久 你让他发泄一下 安乐你不知道吧 当年帝韩两家曾打赌 谁的兵马先抵达帝北城 谁便称帝称王 你猜 谁先倒 是帝家 是帝家赢了这赌局 却还是把这江山 让给了韩家 你说 这帝家怎么可能会冒犯 可是咱们的陛下 咱们的陛下却一意孤行 将把万帝家军 和那帝家满门通通杀进 安妮 够了